夜深人静 偏远的一条公路上 女人因爆胎车辆被迫停下来 突然 她发现不远处有辆车驶来 女人害怕起来 赶紧钻进车里把车窗锁死 来人下了车 手持一根铁棍 朝着女人车窗就是一下 玻璃瞬间被来人击得粉碎 女人吓得瑟瑟发抖 可来人并没客气 一拳将她打晕 掏出一根针管 直接把什么东西注射进她体内 女人是谁 男人要把她带去哪里 女人名叫劳拉 丈夫不久前因患病自杀 为摆脱丧腹之痛 劳拉收拾东西驾车 准备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车辆导航提醒劳拉 离目的地有四天路程 应该是一趟长途旅行了 阳光普照云淡风轻 多少舒缓了劳拉忧郁的心情 可很快事情就变得不再美妙 切换到一条单行道后 前面一辆车以超低速度行驶 这让劳拉有些糟心 自己毕竟有四天路程要赶 这个速度下去 什么时候才能到 两车先后行驶一段时间 劳拉实在无法忍受 她加速试图超过前车 不料对方做法有些梦幻 她也跟着加速 不让劳拉超车 两车并行时 劳拉发现 对面开车之人 是一位中年男子 我们叫他老白吧 此时劳拉发现 自己车道上迎面驶来一辆卡车 由于单行车道 劳拉站着别人车道 对面来车一直狂按喇叭 劳拉已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能一脚油门踩下去 虽然与卡车擦肩而过 可把劳拉吓得不轻 她大声诅咒身后的那台车 你们全家都有病吧 简直就是一个疯子 劳拉觉得身后之人太危险 她加速准备与后车拉开距离 可身后老白似乎并不买账 也一脚油门跟过来 不但如此 她又按喇叭又闪灯 是以劳拉赶紧让的 在你身后时 你像乌龟一样爬行 刚刚冒险抄到前面 你又拼命加速要抄车 这种人劳拉也是头一回碰的 劳拉并没甩的 两车就这样前后行驶一段时间 好在前面有一路口 后车走了另一条的 劳拉紧绷的心 才算稍稍放松下来 毕竟自己只是一个人 在人地生疏的地方 劳拉不想惹上麻烦 时间来到晚上 劳拉来到加油站加油 同时拨打了家里电话 只是外国加油站可以拨打电话 此处确实有些不太明白 劳拉正与父亲聊天中 扭头发现不灭 原来不远处 她又见到路上的那辆车 只是对方并没停下来 转了一圈加速离开 劳拉觉得 也许一切只是巧合吧 离开加油站 由于夜深 劳拉找了一家汽车旅馆 独自一人坐在床上 劳拉翻开与丈夫之前的合影 两人当时亲亲我我 恩恩爱爱 每一秒都沉浸在甜蜜中 可如今自己人单影固 阴阳两格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劳拉禁不住热泪长流 倒在床上 望着窗外车灯闪过 劳拉试图让自己早点睡去 第二天 劳拉坐进车里 刚准备设定导航继续赶路 突然有人过来敲车窗 查看后劳拉发现 那人正是昨晚跟踪自己的老白 确实把劳拉吓一跳 昨晚不知什么时候 那货居然也来到这家汽车旅馆 老汉一脸甜蜜给劳拉道歉 昨天自己在发信息 没看到身后有车过来 后来发现劳拉超车 自己也就放慢速度 不过劳拉并不相信 因为当时自己抄过去 他又在身后拼命追赶 到底为什么 劳拉离开时 老白说了一句后悔有计 此时劳拉并不知道 果然很快两人就会相遇 漫长的旅程又开始了 劳拉拖着他的小房车 一路不紧不慢 独自行驶下去 时隔不久 他被路中间一辆车拦住 查看后发现 那人正是老白 几次三番与他相遇 劳拉已察觉不妙 当男人走过来时 劳拉趁机锁死车窗 老白声称自己车坏了 希望能坐劳拉的车 去下一个加油站找人帮忙 可此人诡异行为 引来劳拉警惕 劳拉声称 自己可以帮他叫拖车 他拒绝了老白搭车之说 一脚油门离开这个男人 劳拉不自觉松了一口气 来到一个休息区 时间已是晚上 劳拉下车 给自己点上一根滑子 准备好好休息一下 此时母亲打来电话 对于他独自驾车出行 母亲一直不放心 打了几次电话 劳拉都没接 此次不能再不接听了 劳拉接通电话 给母亲介绍了眼下情况 可就在这时 劳拉扭头发现 老白的车也驶进休息区 劳拉察觉不妙 那个男人应该可能过来找麻烦 趁老白赶过来时 劳拉果断发动车辆 离开休息区 幽暗的公路一片漆黑 车灯仿佛两道利剑 将夜空一分为二 可劳拉察觉不妙 身后一台车也跟了过来 他判断应该是老白跟来找麻烦了 劳拉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 路上遇到一个男人 那人一直在跟踪自己 可劳拉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无法提供准确位置 这让接线员也束手无措 就在两人说话间 后车已超过劳拉车辆 那人一脚油门跑得不知取向 看来自己想多了 劳拉赶紧给接线员解释情况 挂断电话 劳拉又驾车狂奔起来 可很快出现状况 冒似他的拖车轮胎爆了 这让劳拉大吃一惊 这上不遭天下不遭地的地方 而且身后 还有一个心怀叵测之人追赶 如果此时车辆出现问题 后果不堪设想 劳拉的车在路上疯狂扭动起来 最终他的车冲进路边 惊魂未定的劳拉下车查看 他发现前车没问题 问题出在那台拖车上 仔细观察后 劳拉发现 拖车的车轮被人划破了 就在这时 劳拉最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了 不远处一辆车 如同鬼魅般驶来 劳拉试图丢掉拖车 驾车离开这里 可还没等他解开拖车挂钩 老白的车已驶到眼前 劳拉吓得赶紧躲去车上 只见老白停下车 手里操着一个家伙下来 他将劳拉车窗砸碎 来到车上 又将劳拉打晕过去 随后给他注射了一管什么东西 劳拉很快就变得不省人事 劳拉昏头胀脑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封闭的房间 他光着脚 也不知鞋子被老白丢去什么地方 他亮相站起来 只是头痛欲裂 不知被男人注射了什么 趴在唯一的一扇窗户上 劳拉发现外面似乎有人经过 他扯着嗓子大叫起来 外面人确实停下来 不过瞬间让劳拉绝望 原来那人正是老白 时间来到晚上 老白手持电筒进入房间 这里一片漆黑 劳拉蜷缩在角落 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 见到对方走过来 劳拉试图用钱打动老白 只要你说个数字 自己会满足老白要求 不料老白一句话 直接让劳拉陷入绝望 你以为你是第一个 说这种话的人吗 这样看来 老白弄死的人绝不止一个 而且他可能早就盯上了劳拉 老白给出的指令 简单直白 赶紧脱衣服吧 不要浪费时间 劳拉试图反抗 却被老白一下放倒 老白将其按到地上威胁的 如果你想多活几天 最好老实点 不然你的下场生不如死 老白翻到劳拉的手机 里面存着劳拉与丈夫的视频 见到两人甜蜜表情 老白不忘夸的 你撒的一手好狗粮 老白从劳拉脖子上扯下项链 他逼问劳拉他丈夫去了哪里 劳拉心在滴血 但只能将丈夫自杀之事 告诉男人 时间来到第二天 此时老白不在 而劳拉透过锁孔发现 钥匙居然插在门锁里 劳拉用力晃门 希望钥匙能吊起来 可没有半点作用 他脱下上衣 将手包住 用力去拔柱子上的一颗钉子 一阵咬牙切齿 终于将钉拔起来 他把上衣从门缝塞出去 用钉子去捅门锁里的钥匙 钥匙掉在衣服上 劳拉轻轻拉动衣服 就这样他获得了那把钥匙 劳拉来到外面 此时老白突然返回 劳拉赶紧躲进另一个房间 门缝里劳拉发现 那货坐在桌边吃着早餐 劳拉一天没吃过东西 此时他也饿得眼冒金星 就在这时 老白家人打来电话 而老白欺骗家人 声称自己出差住在旅馆里 他告诉家人 仍需要几天才能回家 这样看来留给劳拉的时间不会太多 老白提醒妻子 不要让女儿乱吃东西 显然一副好丈夫 好父亲的嘴脸 趁老白去往地下室 劳拉打开房门 以200码速度冲出房间 此处不宜 久留越快 离开越安全 另一边 老白很快发现女人逃跑 他赶紧一路追过来 丛林里的劳拉 剑步如飞 气喘如牛 此时如果停下来 下场只能是死 很快一阵剧痛出来 劳拉也一头栽倒地上 原来他的脚掌被一根树枝戳破 乌漏偏逢连阴雨 劳拉扯掉树枝 一拳一拐继续逃命 很快一条大河横在眼前 而身后老白也慢慢逼近 望向身后面目猙獰的男人 劳拉果断转身 纵身跃尽激流 被水冲得七荤八素 劳拉最终爬上岸 为了辅助行走 劳拉搞来一根木棍杵在手中 只是他很快察觉不妙 貌似有什么人 正朝着这边靠过来 难道老白追过来了吗 劳拉赶紧藏在一棵树后 时隔不久 一个人影出现 他果断一棍子将来人砸翻 地上男人也是一脸蒙蔽 原来对方是一位猎人 看清男人后 劳拉赶紧解释 自己正被一男人追杀 那人是一变态 希望能获得猎人帮助 只是这里没信号 猎人手机也被劳拉砸毁 根本无法使用 猎人还算不错 两人来到猎人车旁 猎人给劳拉拿出一双鞋子 那是猎人妻子的鞋 他让劳拉先穿上 猎人开车戴上劳拉 一路朝着林外驶去 希望能早点离开 这是非之地 可很快 一棵大树拦住去路 这是一条 唯一通往外界的路 两人下车 试图将那棵树移走 可一切只是徒劳 用尽力气 大树纹丝不动 而此时 又一辆车驶过来 仔细查看后 劳拉惊恐发现 来人正是老白 猎人手中有枪 他并不惧怕老白 见到这种情况 老白声称 劳拉是自己妹妹 妹妹有精神方面疾病 趁家里没人 他独自逃出来 两人各职一死 一时间 猎人也分不清 谁说的是真话 由于老白看过劳拉视频 也知道他丈夫自杀 他告诉猎人 妹妹受到刺激 一时精神出现问题 全家都在找他 多亏猎人帮忙照看 自己对猎人表示感谢 听到对方说出那么多细节 猎人也放松了警惕 老白趁机过来 一把将劳拉擒住 劳拉此时仍没放弃 他哀求猎人 既然老白声称自己是他妹妹 就让老白打电话报警 警方过来自然会处理 猎人确实听了劳拉的会 他让老白赶紧打电话报警 可老白趁机手机时 果断将猎人按倒地上 接着朝着猎人 就是一阵拳头 猎人没反应过来 老白捡起他的枪 一枪将对方射杀 见到老白如此神勇 劳拉只能钻进丛林 继续他的亡命天涯 时间来到晚上 天空开始下雨 劳拉躲进一个山洞 听到外面没声音 劳拉以为对方已经走远 他钻出山洞准备离开 不料老白一直外面等候 一枪将他射伤 他只能一路爬着钻进草丛 借着夜色掩护下 劳拉暂时摆脱了对方追击 对于一个浑身都是伤的人来说 他能坚持多久 无人知晓 天亮后劳拉惊讶发现 自己居然还活着 也就是说变态并没发现的 穿行一段时间 一阵发动机声音传来 躲在树后发现正是老白的车 老白将车停在路边 原来他开车过来 准备处理猎人尸体 等到这个男人处理完猎人尸体 他也不会放过自己 与其被动等死 不如放手一搏 趁对方没注意 劳拉悄悄摸到老白车上 他刚刚找到老白手机 老白就已处理完尸体返回车上 劳拉也只能躲去车后排 老白可能做梦也没想到 那个女人敢爬进自己车里吧 他发动车辆 离开猎人埋尸点 而劳拉也摸出老白手机 开始拨打报警电话 虽然电话打通 可由于他在车上不敢说话 警方依旧不知道什么人报警 他们还以为有人在搞恶作剧 行驶中的老白很快察觉不妙 也为他的手机不知取向 老白把车停下来 他在思考手机会去什么地方时 劳拉抡起身后一根铁棍 朝着对方开始攻击 毫无防备的老白 接连被劳拉命中 他摸出刀 一边开车 一边与劳拉打斗起来 劳拉打掉他的刀 快速捡起来 朝着老白大腿就是一下 只听老白一声惨叫 车辆失控翻去路边草丛中 时隔不久 劳拉艰难从车里爬出来 虽然不容易 但至少还活着 不过老白也没死 他挣扎着从车里爬出来 继续追赶那个 让他翻车的女人 来到一片空地上 劳拉突然听到手机响起 他接通电话 原来电话是冷白女儿打来 劳拉让女孩叫来母亲 他将对方丈夫是一个变态杀人狂之事 通知老白妻子 妻子虽然开始不信 但丈夫手机为什么出现女人身上 他一时也搞不清头绪 此时老白追过来 劳拉打开免提 大声告诉妻子目前情况 自己叫劳拉 如果是最后一次通话 只能说明已被他丈夫弄死 他丈夫不久前已杀死一位猎人 并把尸体埋进丛林 他把手机扔到老白脚下 你不是牛逼吗 为什么不敢当老婆面说话 眼见瞒不下去 老白捡起手机 说了一句再见就挂断电话 双方很快开启真正肉搏模式 场面虽然算不上惨烈 但老白也被打得满地找牙 混战中劳拉捡到了老白的刀 一刀捅进对方腹部 老白在一阵呲牙咧嘴中被女人送走 人的潜力无法预知 有时不逼到绝路 永远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能产生多大能力 放手一搏 可能会惊艳到自己 好了 电影结束 感谢关注 下期见 感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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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